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揮動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老師好 天地好 各位學長姐大家好 在超馬裡面其實我是菜鳥 但是大概也有一年沒有打開 其實我每天都拿麥克風的 但是來到你們這裡這次特別重 那我要非常感謝雅婷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雅婷一直給我很好的支持 跟很多很多的鼓勵 那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我的接引人鍾小慧 他躲在黑江的陡南 在雲林的陡南 那他的一個堂地 因為眼睛 因為弟弟本身腳就是不方便 眼睛又不好 然後又開刀 但是醫生說那個刀可能性 就是成功的機會很小 那於是他們就看到超馬 很多好朋友有很好的感應的事蹟以後 他們就覺得說 然後這個堂地就注印了五千本的千年之約 那同時他們要把它發完 就是印還要發 自己發 我心外想說 可能你們在黑江 金目就沒有什麼人參加 那是要問到什麼 我就說 你騙我 你騙我 我幫你倒閉 你看多有豪氣甘韻 有沒有 沒有 我就一個手就問了 我也不然我發了多少 但是總之我就跟我同學講 我朋友講 我跟你講 那煮得好 你會騙喔 人出錢 你怎麼說得 你就好 好 我會講 就這樣子那個就幫他 我也忘了發多好書 那那些人都說好 然後就拿去發 那我後來 你們要記得問我 我還要跟你們分享我怎麼發票 這一次那個 觀眾批發 怎麼樣叫批發 你們知道發書也有批發 像那個唯一大哥就是零售 唯一大哥就一本一本發 那其實我跟你講這個最難得 為什麼 因為老冬 我這個是老口水 因為我都告訴人家 各位是不是都有很多好朋友 沒有 我專程去找了一個手提袋 剛剛雅婷那個袋子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我們的超馬的書 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呢 我就把它當作一份禮物 我去看我的朋友 不管是 反正就是我的朋友 我就把超馬的書 放在那裡面 當作見面禮 伴手禮 我們心中三人 湯在旁邊有沒有 那是不是吃那個大塊 還要減肥 很麻煩的 然後我就告訴他 這是一本暢銷書 這是明年多久很久時間的暢銷書 我說他會給你帶來好運 各位如果有人這樣送你東西 你會怎樣 對然後我告訴他 你千萬一定要看 有沒有語重欣賞 老師說祝福要申請款款 我告訴你有款款嗎 有啦 我告訴你有啦 然後呢 然後呢 結果我那時候的 就幫忙發這些書 那我後來去年十月 我有到美國去看老師 那 但是我自己說實話 因為你也知道我年事已高 你看我幾歲 五十歲 你有雙腰痴 我都老了 我們在辦桌 我跟你講 小姐我已經做六旺七了 好 那年事已高 所以美國那個行程回來 有一點點累 所以我就休息了一段時間 休養一段時間 那大概在今年的母親節那個時候 因為我兒女眾多 外面生日之外 那很多女兒請我吃飯 其中一個女兒請我吃飯的時候 我們在路上 你知道那個恐慌症發作 我跟他們在一起 可是我的心是 我的人是離開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他們融入 就是我看到他們在車裡面 我們開休旅車 然後去 他們帶我去吃飯 然後一堆人開開心心 有說有笑開開心 可是我就是一個人 就是我覺得我就是被孤立了 我很害怕那個感覺 我很不喜歡那個感覺 那於是我想到了一個 各位還不記不記得有一個 板橋有一個小姐 他叫做瑞玉還是玉瑞 我記得我看到他的檔 那個錄音檔 他說點對點的懺悔 那我那個時候真的走投無路 我非常的不舒服 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到了那個點對點的懺悔 於是我就在車上 我就跟我的父母那樣講 我說我跟你懺悔 然後請你放過我 我願意行公立了願做行公立的 我願意把這個功德回向給你們 請你 我就跟他這樣講 我跟你講 馬上 立刻 你就覺得你是被鬆綁了 這是一個 然後我從此回來以後 我跟各位講 我就乖乖的做心法 這樣有乖嗎 有 這樣不敢是就會乖 於是我就開始很關乎 我要做心法 那這是 因為雅婷給我的時間很短 各位沒關係 我們山水有相逢 然後第二個很重要 一定要講就是 我的一個麻吉 那麻吉 其實我有很多條腳 那我都說服他們 因為我的人 很多是做業務的高手 比如說他賣請巨 那個請巨一頭都萬幾塊 我就告訴他說 欸 少年 我在搞 很多人跟你買請巨對不對 那那些人是VIP 你們老闆不一定有什麼贈品可以送他 我說你自己來當贈品 你自己做贈品送 他說可以嗎 有這種東西 我說有 我提供 很高喔 你知道我給他什麼 我給他老師音樂會的門票 然後我告訴他說 這個給了五百塊 然後呢 又送你一本組四百五十塊 我說加起來是九百五十塊 VIP才有的 然後也是要用袋子 然後就送給他 反正那個書後來他怎麼發 我不知道 但是書他們也是自己 就是 我的任局就是 我的扣打是一個人二十張票 然後我就教他們 我就告訴他們說 因為一定 你一定有一些麻吉對不對 然後我就告訴他們 這個音樂會非常好 聽了運氣會變好 然後人員會變好 反正就是很舒服 而且不出門 不塞車不用擔心疫情 有跟他們說話嗎 好 稍微看 稍微看 然後呢 所以我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的接引人 又告訴我說 因為他剛開始跟我說 是我一百張 那我兩個手就沒了 你知道嗎 沒了之後他又跟阿嬤說 還要還要嗎 我說還要還要嗎 好 再來 到最後好像兩三幾天了 他又給我一百八 哇賽不買完啊 那怎麼辦 我就跟雅琳說 雅琳怎麼辦 我還有一百八十張票 他說雅琳姐 我們盡力 他說你已經很棒了 然後是怎樣 然後於是呢 他跟阿公喔 那個營運長啊 他說營運長也買了很多票 然後他怎樣怎樣 他說哇 那個感應很好怎樣 他我說是這樣子喔 然後他說 還有你可以跟天地 跟太陽色的老師求救 你知道這一招嗎 我會耶 你知道我現在多厲害 我連沒有語 我都跟他講了 然後我就說 老師請你幫我 我說我要發票 我要發票 我告訴你 到最後一天 有一個麻吉 來跟我調一百張 有沒有厲害 就最後一天 真的最後一天 因為完全 如果不付票票 只能把那個票的號碼 什麼時候 拍照給他們而已 最後一天 結果一百八十張票 全部都發完 總共結算 我結算的時候是三百五十五張 所以我很滿意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我剛剛要講的是 我的一個麻吉 那我做超馬 他就跟我做 那他有一個孩子 說孩子其實已經三十五歲了 那這孩子 現在我在想很多人 社會上普遍都有存在這個問題 就是他不上班 他也不交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宅男對不對 沒上班 我去家 我去洗 我去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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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各位 他就跟著我做 你知道這個小孩 現在怎樣嗎 一個月拿三萬塊回來 我真的是覺得 要謝謝天地 謝謝老師 謝謝 真的就是感恩 我覺得 真的就是唯一大哥說的感恩 然後愛 那還有就是在二十八號老師講 要祝福 二十八號那一天 所以我現在呢 每一天呢 就跟天地表明說 我願意做天地的新蟲兒 我願意祝福 然後就每天都在祝福 那結果人越來越多 那又要求祝福 祝福不及備載 又一個一個講很麻煩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 紅的好紅的好兩個講 又是有麻煩 現在就一拖 一次就念一堆人 然後一起祝福 那心裡面就是 很多很多的 要怎麼說 我覺得在祝福別人的同時 其實最開心的是自己 就是你會覺得 然後我要講 我有很多小確幸 那今天也沒有時間講 改天慢慢再跟各位分享 反正就是我覺得第一個是恐慌症 給我很大很大的喜悅 然後我的工作 我的業績也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最重要是 我周圍有一些人 他們現在我也在督促他們 因為我變好了他們就看到了 那這個是不能騙人的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你當你帶領別人的時候 會更容易 好那再來就是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二十四號 十月二十四號老師的秋季音樂會 我的目標是500張票 好我想跟各位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把這個抄馬的廣傳 然後每一個人都得到 其中從這當中得到更多的福氣 更多的好運 還有更多的幸福跟美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的目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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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大家 支持這些